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新增了十二例的境外移入 本土個案連續九天加零 不過新增了一例死亡病例 而在疫苗採購方面 有新的進展 我國自購的莫德納和BNT疫苗 今天相繼來臺 總共有兩百零二萬劑的疫苗到貨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佈了境外移入病例 最新基因定序的結果 又新增了十一例的Delta 變異株 其中包括華航女副機師 不過他的病毒序列 和先前國內Delta群聚案 均不相同 因此排除與本土群聚的關聯 莫德納與BNT疫苗相繼來臺 我國自購的一百一十三萬多劑莫德納疫苗 八號上午已經從美國起飛 預計深夜運抵臺灣 另外由鴻海永齡 台積電及磁劑等企業民間團體 採購捐贈的BNT疫苗八十八萬多劑 清晨五點多已經到貨 後續將進行封肩檢驗 再給民眾接種 七十一萬多劑 那這一批莫德納的效期是到明年的三月二號 另外指揮中心公布最近一週境外移入病例 基因定序結果 又新增十一例Delta境外移入 包含案一六三七七華航女副機師 但他的病毒序列與先前屏東群聚 桃園機師案 新北幼兒園 桃籍清潔工等群聚案件 均不相同 因此排除這名女副機師 和本土群聚案例有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從七月以來境外移入個案有四百五十八例 其中有一百一十八例是屬於突破性感染 占比百分之二十五 比之前九月的百分之二十一還要高 而未使疫苗資源有效利用 指揮中心公布第十一期新冠疫苗增加接種對象 新增四十五歲以上民眾 十月十一號下週一上午十點起 可以預約登記接種BNT第一劑 以及開放十八歲以上民眾 十月十二號下週二上午十點起 可以預約接種AZ第二劑 採分流方式預約 記者 廖水銘 蔣東翔 特報道